大家好,我是何时何地,何时何地,现在时间是下午时间的1点35分,然后咱们现在还是在御丰社区,也就是郭敏二厂家属院的东门,然后无意间发现一个桶子楼,像周星驰电影《功夫》里面的那个九龙城寨的那个味道,咱们拍下看一下。 这就是御丰园的活动中心,现在就能看到有一种那种九龙城寨的味道,就是周星驰《功夫》电影里面包尊佛的那种感觉,我们一看有那种感觉,咱们看一下,奶奶这楼建了有多长时间了,这种楼? 这是七十年代,七十年代,七几年,这是咱们以前老儿棉的那种楼吗? 对,还是就是十七年下墙,炸成了十七年,十八年,学生自个儿烧了砖盖的。 哦,这是学生自己烧的砖盖的,你是咱们以前老棉的员工是吧? 是,你今年高龄啊?八十五,你应该是二十多岁就来了吧?十几岁就来了,十几岁就来了。 哦,我在这儿有溜达了,大概一两个星期了,拍咱们二棉厂,刚开始我来上厕所。 这个楼是捡一楼,不行啊,都不合现在。 我就说这个楼有一点像以前的那个老桶子楼那种感觉。 就是那个,不配套。不配套,连个厕所都没有应该。 两家一个厕所。两家一个厕所啊? 嗯,一个大走廊。 那时候那个炸成不是,有学生年下去吧?十七年,十八年那时候。 自己盖的这个楼?嗯,自己烧的砖。炸成的那种十七年,十八年。嗯。 就是十八九岁的学生自己烧砖盖了?对对对。 哦,好的,谢谢你啊,奶奶。 无闻不知道,一闻吓一跳。 这个就是刚开始,她这个奶奶已经八十多岁了。 她来的时候十几岁,来咱们工编二厂。 她说这个是炸成那边以前有个学生,就是学生知识青年下乡。 就是知青嘛。 十七年,十八年。 然后自己,学生自己烧砖,自己盖的这个简易的楼,现在还用着。 这个比咱们在印刷厂街看到的那个桶子楼,还要简陋一点。 因为印刷厂街,它那个桶子楼的这个走廊,还用那种石花栏杆围着。 这种连石花栏杆都没有,直接一个这种栏杆。 只能说我们佩服以前的这些老人,现在的这些老人,以前的这些知识青年。 他们支援,支援郭面一厂,郭面二厂,三厂,四厂,五厂,六厂的建设。 自己来到郭面二厂,就自己烧砖,自己盖楼。 也能侧面地反映出当时环境比较差。 大家好,咱们看到的这个楼就是,刚开始一个奶奶说,她是一个老人。 知识青年,为了支援二厂,自己烧砖,自己盖的这种楼,桶子楼。 大家好,我是何时何地。我感觉非常震撼。 如果现在像我们这个年龄去烧砖,盖楼,我觉得不可能。 向他们致敬嘛。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点赞,评论,转发,私信都可以。 再见。